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是美国的格伦布日 连续休息了三天啊 今天看看股票走势 我们手上的股票走势还不错 PED AEMD都排在了整个美国市场的前五名 仔细看起来 这个第一个是权证期权 第二个也是期权 第三个是MDGS 这个如果只说股票的话 这个其实第一名是MDGS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PED 牛逼啊也算是牛逼了 自己夸奖一下自己 第三名BDR 第四名AEMD 这是我们聊过的股票啊 第一第二 第一 我们聊过的PED 今天排名第一位 第二位 然后AMD排名 第四位 应该算是相当不错了啊 嗯 嗯 火鸡们都赚钱了 我也很开心啊 看一下 PED啊 PED啊 PED这个股票是连续涨的 连续涨的 AMD AMD呢 今天是大涨 补了 八月份这个缺口 你看 你看它今天长得非常的漂亮啊 正好 打到了这个短期均线啊 然后 分石图上它是很有机会的 为什么在一块五毛五开始涨啊 看一看啊 这个黄线就是一块五毛五 这个黄线 然后它今天 分石线上 在一块五毛五之前 犹豫了一下下 然后就拉起来了 仔细看均线的走势啊 这个 发现一个好的股票 其实还是很容易的 这个股票 将来有没有涨到 有没有可能涨到十块钱都很难说啊 如果这个股票 通过两块八毛一的话 这个均线是向下的啊 通过两块八毛一 勇敢的话 追进去 很有可能会到前面这个平台 就是十块钱 大概说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